HELLO 大家好 上集我们就开完生铁锅了 到最后就做一碟豉油黄炒面和铁锅移下身 来到今集铁锅就要开始进入实战篇 我就会和大家分享一个台式盐酥鸡的做法 等着铁锅就可以吸收多些油分 快点进入作战状态 不说太多,先看看材料 首先我们准备几粒腐乳,用来腌鸡姜使用 至于辣不辣就自己决定 今次的炸粉,我就会用这粗粒的番薯粉 番薯粉就是我们平时做蚝饼那些 用粗粒,把它炸出来的皮有粒粒的质感 吃下去就够爽脆 之后再准备一扎的九层塔 用了它,整碟盐酥鸡就会香很多 一会都会拿来装盘用 最后当然就是不少得,两块无骨的雪藏鸡腿 好,材料都准备好了,我们就可以马上开工 和之前处理鸡翼一样 都是要用盐水 将两只鸡腿浸40分钟 让它慢慢解冻 将里面的雪味,血水浸出来 40分钟之后回来了 鸡腿都解冻得七七八八了 将它拿去洗一洗 将表面的污脏东西,血水,完全洗走 重复洗多几次 洗到水,都开始清洗的时候 就可以将鸡腿去皮,然后切粒 大小就没什么所谓 接着就可以拿去腌 首先做了腌料 我会用三粒腐乳 两汤匙生抽 今次就不是浓醬油 拌均匀之后 就可以倒入鸡腿 再加两汤匙的沙姜粉 其实就不一定要用沙姜粉 五香粉也可以 不过我就觉得五香粉的味 就比较强一点 所以我就不太喜欢用了 拌好之后 就腌它最少两个小时 腌过夜就当然更加入味 好了,第二天开工了 首先,将九层塔的叶子 全部削出来 叶子的数量当然越多越香 削出来之后 我们就将九层塔 用冬油落锅炸了 把九层塔炸脆 炸到像我们平时出去吃椒圆食 深绿色 用来装盘的那些 等油温慢慢升高之后 看到油开始起泡了 而叶子又开始烧到少少钻色 闻到一阵很香的九层塔味之后 就可以把它拿起备用了 而这个时候 烹油已经充满了九层塔的香味 而鸡腿腿腌了整晚 都腌至入味 就可以准备上粉炸了 这次我们的炸粉 是用粗粒的番薯粉 我们买的时候 就不要买错木薯粉了 这次我会在鸡腿上面 加一点稠稠的濕生粉 那些粗粒粒 就会容易粘在鸡腿上面 上好粉之后 跟手就可以下锅炸了 我们用中小火炸第一转 在炸的同时 让鸡腿都吸收下九层塔的香味 那出来就会香很多 以用番薯粉炸 炸的时候 隐约都会闻到一阵很香的番薯味 如是这 慢慢大约炸了三至四分钟 炸到它开始微微金黄色的时候 就可以起锅晶一晶油 好了 所有鸡都炸好了 那就准备炸第二次了 在再放鸡腿下去之前 就把刚才炸净 在油里面的粗粒粒都捞上来 等油滚起后 再放鸡腿下去 这一次翻炸的作用 就是把里面的油全部逼出来 表面那层脆皮 就不会那么快翻腾了 炸了大概30秒左右 这个炸鸡就完成了 你看看 用番薯粉炸东西 相对上是没那么容易焦的 而相比起用生粉来炸 还会金黄很多 如果我们将来做盐酥鱿鱿 其实都可以用番薯粉来做的 好了 到最后做盐 给它了 我们首先就加半茶匙的胡椒粉 再加半茶匙的盐 再加半茶匙的盐 搅匀 调出焦盐 分量就按自己口味调调 搅拌好之后 就把它搅上面 拌均匀之后 一个充满台式风味的盐酥鸡 就可以上桌了 一个炸到表面粒粒金黄 吃下去爽爽的盐酥鸡 就大功告成了 那我现在就开罐啤酒 先享受一下 今次就说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看 下次再见 如果大家喜欢我这条影片的话 麻烦给个like 给我麻烦歌 而订阅我的朋友 记得按一下小铃铛 拜拜 拜拜